各位網友,這裏我要講我的偶像,你猜這個偶像是誰,陳振聰,他出獄,大家知道我一生人最大的願望就是吃軟飯, 但吃不到,這個是軟飯之神,所以我就一定要講他,他坐了8年監出獄, 他被判12年,結果坐了8年,誰接他出獄就是林爾諾接他出獄,林爾諾律師我們認識的, 因爲他已經信了基督教,不過我不太知道,他以後,我想他會去傳道,因爲他還有些身家剩的, 我覺得他收起了一些身家,那他去傳道,傳道會不會在教堂繼續挖洞中生機,這個是他畢生的嗜好, 好,我先講這個人,這個人是一個讀書不成的人,讀書不成的人,他爸爸是教書先生, 他做過很多行業,做過電子,結果失敗了,有一天他在他爸爸舊書那裏找到這本書, 就叫做天徒報告,根據這本書就是那些民間傳說的書, 於是就是用來教人,其實主要教人,就是放些什麽在哪個位置, 還有主要這本書講中生機,他就弄了一個鎮業興隆堂出來,講風水, 然後他先有一個believer,就是梁錦浩,他教梁錦浩, 怎樣可以不用坐牢呢,就是燒銀紙,叫梁錦浩燒500元大紙, 梁錦浩不捨得燒100元,結果就坐牢,他當然不捨得燒500元,燒100元就是, 散財黨災,對不對,梁錦浩介紹他認識了小甜甜, 這個就是他轉運的經過,好,我們就說鎮業興隆堂, 其實他有一點點名氣,因為梁錦浩介紹他認識一些名人, 他騙人,說他在加拿大讀醫回來的,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事情, 還有他曾經也沒有用過credit card辦醫生,其實是有案底的, 好,這是他的收費,這件事我們要講回,由王德輝兩次被綁架開始講起, 梁錦浩被綁架案,我已經拍過片,我不想細節講, 但是梁錦浩相傳就是,根據我的影片講, 因爲我能夠拿到的information,就是他被人推了下海, 因爲遇到公安船來搜,那幫劫匪怕上來就把他推了下海, 後來那幫人全部被捕,但是王德輝不知所蹤, 這就是所有事情的開始, 好了,過了若干年後, 王德輝在法律上可以當他是死亡之後, 就開始打官司,打官司就是王德輝的父親王德欽, 以及龔如森就打官司,究竟這份身家是誰的, 一打官司就要很多錢,那時候那幫人夾錢, 我記得叫我夾粉,我沒有夾的, 夾幾千萬來打官司,結果花了兩三億, 有一段時期覺得贏的時候, 轉賣一些粉,初初夾粉的人很多都賺了錢走, 到後來結果當然是total loss, 合粉去打官司的,王德欽這件事,好, 我看看,首先, 王德欽那份遺囑是早些時間建立的, 在律師留寫的, 他死了之後把全副身家給了他父親, 公如森就提出了這份遺囑出來, 就是one life,one love, 見證人謝秉賢, 謝秉賢是他家裏工作的,一個老公人, 這是王德輝的簽名, 我死後一世財產全交妻子, 任何人不可以反對, 為什麼寫這句話下去呢, 遺囑最後那份是有效的, 他都預計有人反對, 我妻子不管全部資產, 但切不可管理全部資產, 有金錢利益或者物業, 交給皇家任何人, 因爲他們全都令我失望, 這個非常有趣, 他的兄弟姐妹可以令他失望, 他父親如何令他失望, 我不明白, 因爲他最初做生意的錢都是他父親給他, 但妻子也不容許把財產分贈你, 公家任何人, 這個管不了, 因你公家國人也令人討厭, 但這個是故意寫下去, 我首先講了一個結論給大家聽, 這份遺囑是假的, 這份遺囑絕對是假的, 好了, 我告訴大家, 爲什麽這份遺囑是假的呢, 有三大理由證明這份遺囑是假的, 其實我這些推斷就是福宴摩蕭時候的推論, 很多人嘆為觀止, 第一, 黃德輝如果他在生的時候要做遺囑, 你看到這個人是非常小心, 不會拿一張紙出來寫, 他全部一定會在律師樓見證, 恐怕出問題,對不對, 尤其是你是不是會看到, 會打官司, 如果這樣, 很容易和黃家的人打官司, 為什麼, 根本就是一張這樣的爛鬼子, 不是黃德輝為人的性格, 黃德輝為人非常謹慎, 第二, 黃德輝為人根本連他老婆, 他連老婆都不信, 到最後來說, 他一定是給黃家的人, 尤其是他開頭華茂的名字, 都是由他爸爸的公司轉過來的, 他爸爸是做化學生意的, 轉過來的, 第三, 這份遺囑的字, 很多個辭職專家和簽名, 都認為是假的, 去到, 在袁仲廷打輸了, 曾經拘捕過小甜甜, 說他妨礙司法公正, 但是要等法庭到最終判決這份遺囑是假, 然後才拘捕小甜甜, 明白嗎, 一年打了, 去到上訴庭又輸, 去到這一刻發現發生了一件事, 什麼事呢, 2002年, 小甜甜立了一張遺囑, 那張遺囑將他全副身家, 捐出來做慈善事業, 給中國和香港的事業, 因為雙方都不停要求北京政府介入, 這件事, 好, 當日, 什麼可以令北京, 北京一般來說, 我不會介入這些事, 這些香港的事, 尤其是2002年的時候回歸沒多久, 法庭怎麼判就怎麼判,對不對, 是誰的就是誰, 看遺囑就這樣, 好了, 他一張所有錢捐了給國家, 這就是兩件事, 明白嗎, 那時候他身家五六百億左右, 這五六百億是國家的, 而另一邊是什麼人呢, 黑社會, 他跟那邊說, 支持王德欽, 拿不到的, 因為支持他打官司的那幫人分了那筆錢, 那幫黑社會, 拿了幾百億, 是會搞亂香港的, 我相信在最後那一刻, 北京政府說, 我干預都可以, 就是你家家要全捐出來, 你知道嗎, 小甜甜把家家全捐出來, 就給了華貿基金會, 我後來才說這件事, 到了終審庭忽然之間推翻了判決, 每個人都很驚訝, 他如何推翻判決呢, 我解釋給大家聽, 他說初初你打這筆官司的時候, 這個證人謝秉賢依然存在, 你要說這份遺囑是假, 你同時要證明謝秉賢幫你作假證供,對不對, 還有謝秉賢為什麼會certify你這份遺囑是真的, 你沒有proof到證人說這份遺囑是假的, 這個argument, 我就只能夠當這份遺囑是真的, 如果有witness的遺囑, 這是一個法律觀點, 忽然之間最後一刻是推翻了, 就是用這一點, 清楚了嗎, 好, 這個就是他的遺囑, 好, 我們看看龔如森和陳振聰事件簿, 這個1992年, 龔如森認識了陳振聰, 因為說幫他看風水, 展開了15年的戀情, 2002年我剛才說了, 龔如森把一份身家捐了出來, 2004年定立cancer, 出來, 2006年簽了一份遺囑, 根據陳振聰說, 是給陳振聰, 然後2007年他逝世, 享年69歲, 好了, 我告訴大家, 小甜甜的遺囑是假的, 好了, 陳振聰這份遺囑是真還是假的呢, 我首先告訴大家, 2002年他的遺囑, 把錢全部捐給華茂慈善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由他黃氏家族, 不是,他會照顧黃氏家族, 但是由他的弟妹來打理, 好了, 陳振聰提出一份2006年的遺囑出來, 這個就是2006年的遺囑, 那份遺囑說把全副身家給陳振聰, 這份遺囑有兩個證人簽名, 這份遺囑是很多人看著他如何形成, 陳振聰叫小甜甜做一份遺囑, 聽清楚我說的話, 而這份遺囑不要讓那兩個證人看到內容, 放在寫字樓上, 叫那兩個證人上來簽名, 見證有一份這樣的遺囑, 明白嗎, 好了, 有兩個其中一個律師, 他拿這份遺囑出來, 你能不能夠懷疑這份遺囑是假的呢, 非常難, 因為這份遺囑確實存在, 第一, 有一份這樣的遺囑存在, 但是, 簽下去那份遺囑, 是不是就是這份遺囑呢, 是兩件事, 明白嗎, 好了, 去到解謎, 我告訴大家, 小甜甜發現自己有了癌症, 他那份遺囑是假的, 那時候他一定告訴了陳振宗, 陳中珍知道那份遺囑是怎樣弄回來的, 最重要的點是什麼, 為什麼最後贏, 因為有證人, 證人是everything去證明那份遺囑是真的, 對不對, 好, 陳振宗想到這條路, 我講整件事, 我講一個hypothesis, 假說給大家聽, 陳振宗告訴小甜怎樣聽, 可以, 可以救你的命, 你弄一份局部遺囑給我, 捐你一部分錢給我, 不用很多錢, 其實如果我做陳振宗就是, 88.8, 你明白嗎, 我拿著這份88.8的遺囑, 去作法, 就會救回你的命, 但是這份88.8的遺囑, 是要重生機的, 我把它秘密掩藏, 任何人都不知道的, 是給上天知道的, 所以你不要給你的律師看, 明白嗎, 你蓋住他, 你在他們面前簽了名, 然後叫那兩個人簽名, 你將他交給我, 我就立即跟你作法, 我貼幾億出來跟你作法, 好, 然後他偽造了一份遺囑, 是將全部的身家給他的, 到時候小甜點死了, 然後他拿出來, 那天在華茂寫字留簽的那份遺囑, 和兩個見證人分明存在, 而沒有人見過那份遺囑內容是怎樣的, 他的那份遺囑一定成立的,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的算盤, 我首先說這個人太貪心了, 他在小甜點身上拿了5億, 再拿了7億, 後來小甜點怕打輸官司被捕, 其實是, 收了錢在他那裏, 收了20幾億, 然後再投資了5億在他的公司, 總共是4,50億, 所以他是我的偶像, 我50元也拿不到, 他拿了4,50億, 他拿這些錢去買樓, 結果樓價起賺了很多錢, 我想他全城時期有70,80億身家, 他沖和富豪, 和魯鎮迅來往, 不是魯鎮迅, 鄭月彤的掌櫃, 他竟然買兩架飛機, 一架15億的, A350, 再買一架Golf Stream, 只是買飛機買20億, 然後炒了一隻股票, 被人騙了, 輸了幾十億, OK, 我告訴他, 當日這份官司一出來, 我已經說了, 大家可以聽回當年我說的話, 2006年, 陳振聰你是沒得贏的, 為什麼沒得贏, 那時候負身家700,800億, 就是中國平均人有5000元, 你可不可以霸了他呢, 你知道最後是沒可能, 中國政府不會讓你拿了這副身家去, 這個錯得重要, 如果我做他這副身家, 就不能夠這樣寫, 那副身家的錢, 斗領也不要給陳振聰, 由陳振聰, 和財政司長, 香港財政司長, 監督下, 成立一個慈善委員會, 用來捐給人, 因為皇家的人的品行信不過, 你明白嗎, 這樣就可以了, 依然大量在中國做教育事務, 我稍後會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了, 這是一個假說, 我的假說, 街上的假說就是, 小甜甜真的不想捐了錢給國家, 反悔, 只要自己就死, 就是捐了錢給自己心愛的人, 就是陳振聰, 這兩個假說, 你如何評定誰是對還是錯呢, 首先第一, 小甜甜給陳振聰的錢, 四五十億已經是非常離譜, 這個人是斷斷不會把自己一生人和老公辛辛苦苦賺回來的錢, 是給陳振聰, 這個就是不可能, 他如果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 就想他的名字永遠傳下去, 這個就是合理很多,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呢, 如果他真的傳給陳振聰的話, 2006年, 他就會叫陳振聰, 因為陳振聰將會管理他副身家, 是不是要去學習管理他副身家, 你無端端跌一家公司出來幾百億叫我管理, 不是吧, 這個人讀到中學, 是不是不合理呢, 好, 陳振聰是想, 我沒得輸的, 必要時, 我和王家分了副身家, 分了部分, 因為如果我要打官司, 我一定會爆我和小甜甜的東西出來, 小甜甜的歐佬, 我有很多親密照片, 有情慾的東西, 你也想想你姐姐的面子, 誰知道她的弟妹是不理姐姐的面子的, 繼續打官司, 好了, 明白了嗎, 你看看那兩個見證人, 是在華茂那裡簽, A4子這麼大, 圍捕內容是紙張的三分一, 她看不到內容, 沒有對接, 未有龔如心, 三個人坐在哪裏怎樣簽, 是遞來遞去的簽, 不是坐在龔如心和王永祥中間, 明白嗎, 他們說龔如心告訴她, 這份是一份補充遺囑, 不是否定一份大遺囑, 還有一部分的補充遺囑, 好了, 我兩個假說, 我是不敢conclusively說, 但是去到法庭判, 這個真的叫做天網恢恢疑不漏, 我解釋給大家聽, 法庭是怎樣判這份遺囑一定是假的, 有兩個證人之下, 他一定要證明現在沉振聰拿出來的那份遺囑, 並不是當日龔如心寫的那份遺囑, 我解釋給大家聽, 那份遺囑是這樣, 是有兩份的, 拿筆給我, 他說是這樣的, 他們三個人簽, 上面看不到, 叫他不要看, 我簽完, 傳給你, 你簽完, 傳給他, 當時沒有接的, 這兩張紙, 一色兩份, 沒有釘釘著, 沒有釘釘著, 我簽的名字, 是不是有一個印留在下面, 明白嗎, Forensic就發現下面有一個痕跡, 就是我簽上面那張紙的時候留在下面, A簽名, 然後給第二個, B簽的名字下去, B又簽了名, 然後第二份下去, C又簽了名, 那張紙搬了三次, 沒有檢夾在一起, 會怎樣呢, 一定動了少許位, 你明白嗎, 沒有可能不動少許位, 我遞給你, 只要動了少許就看到出來, 而上下三個名字和下面的痕跡, 是完全一致的, 沒有動過位, 明白嗎, 因此這份遺囑是假的, 因為後來陳振聰做那份遺囑的時候, 他冒簽的高手, 有人練了很久, 兩張紙搭起來, 一次過簽了三個名字, 所以, 簽的時候那兩張紙, 和下面留的痕跡是一樣的, 沒有移過位, circumstantially, 環境證明, 這份是假的, 是不是不能爭辯, 這份是假的, 最後, 公如心打的算盤, 和他的弟妹, 他現在負身家去到1400億, 你猜他捐多少錢出來呢, 我回到剛才那張, 這三年, 他的身家由800億去到1400多億, 他只是捐了多少錢出來, 1994年, 1996年, 最近這幾年, 這個是, 不是, 這個不是, 贈款給陳振聰, 這三年, 就是捐了2000萬, 公司賺了500億, 他現在1400億, 1400億身家, 捐2000萬, 五納稅, 公家的人拿著這間公司, 喂, 就是說我叫陳振聰, 你做前線基金, 怎樣呢, 去買東西, 賣東西就做手腳, 買東西買貴一些的人會佣, 賣東西賣便宜一些, 把物業賣出去外面賺錢, ICAC現在不敢抓警察, 去查華貿基金, 抓那些人奴, 我包你, 公司兄妹要坐牢, 我告訴你, 我就不信了, 他們沒有賺錢, 好嗎, 這段講到這裡, 周末又有優惠, 四天只限, 到任何一間門市部, 大家知道我們長沙環開了, 大家去長沙環廣場1號, 7樓7077, 這個就是, 由7月1號至7月4號, 到任何一間門市, 買奧地利煙火雞腸, 捲220克, 由35元, 減到25元, 外層的薯餅香脆可口, 內層配上煙火雞腸, 口感豐富, 用焗爐或氣炸鍋加熱, 至金黃色就可以吃, 另外有天然杜麥飲, 大家有沒有喝過這些, 是的, 天然杜麥飲, 有幾種味道, 有原味杏仁味, 每盒12元, 現在9元, 是無符質的大米做的, 低過敏穀物, 沒有膽固醇, 低鹽, 適合健康的素食者飲用, 取代牛奶, 數量有限, 授完即止, 多謝大家,